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話說大家的留言我都有看 不少益友都提到 希望我們的節目 有一個虛擬的風景圖片作為背景 因為一來就習慣了這個風格 二來就是比較雅觀 現在就是重線如流 希望大家會喜歡 與此同時也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這一節我們首先要說 大陸方面又有一個重磅的消息出台 深圳市就決定了 從10月10日開始 若然提取現金是超過某一個額度的話 就必須要事先登記 根據大陸的鳳凰網報導所說 就說從10月10日起 深圳市將會啟動大額現金管理試點 在未來 無論是公司或個人都好 在銀行的大額取現 將會有新的變化 深圳市對於公客戶的大額現金管理金額起點 就是50萬元 私客戶就是20萬元 即是超過這個限額的話 就要先登記 按照中國人民銀行的規定 試點開始了以後 客戶在辦理大額現金取款業務的時候 原則上就需要 至少提前一日預約 並且還要按照預約好的時間 前往預約了的網點 辦理這個取款 到底他們官方的原因是什麼呢 央行就說到 這個舉措 主要就是為了使得 資金交易變得更透明可控 他們還說 一直以來 反洗黑錢工作 就是監管的重點 其中 對於現金洗黑錢 是最難防控的 這個政策 就可以有效 堵塞這個漏洞 當然 這個消息出台之後 不少大陸網民 都感到相當詫異 而且還紛紛提出質疑 有人就問 取款的時候 你就說要預約 那到底存款又要不要預約呢 裏頭沒說到 我就傾向相信 只要你是有錢的話 他就多多多受 有網民又質疑 要急用錢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其實設立一個預約制度 無意就是為了 提款 設立了一道有型的關卡 他說明 叫你至少一天之前預約 即是 他不保證一日之內 就可以幫你搞得到 至少一天 可能一個星期才幫你安排 著名的經濟學教授張五常 去年在出席一個論壇的時候 還竟然提到 他說深圳 將會成為大灣區的龍頭 會超越中國的上海 和美國的直谷 有朝一日 還會成為整個地球的經濟中心 聽完之後 當然就是得淡笑 要成為經濟中心 有幾個必要的條件 第一 就是要資訊自由流通 只是這件事 都已經做不到 上網又要翻牆 又要這個 VPN等等 第二件事 就是資金自由流通 現在連提款都說要預約 簡直就是愚蠢 那些錢是屬於客戶本身的私有財產 一個人拿回屬於自己的東西 竟然間 就要至少一天 去預約登記 你說這是什麼制度 在香港 只要你去銀行排隊 你那個銀行裡有足夠的現鈔 對一對身份證 就會給你錢 大家看富貴逼人都看過 阿斐姐是不是 硬要唱幾千萬十元 都會安排給你的 至於說公司的客戶 提款的額度是50萬元 超過了就要登記 實際上對於中型企業來說 50萬人民幣 就不算是很多 若然 他的流動資本夠大的時候 豈不是他鋪鋪要提款 都要去登記 這些完全就是不利於營商環境 所以說到 什麼 深圳會成為整個地球的經濟中心 不要搞笑 就算現在香港 慢慢好像在退色 深圳有段時間 拍馬都未追得上 你整個提款 的預約制度 如果這個制度配合數字人民幣推行的時候 更加之過癮 因為到期時的監控指揮 更加之嚴謹 所有的資本流向 可以說是完全無所遁形 此外 到期時 若然那些人要去 提取現金 提取鈔票的時候 困難度 比現在更加之高 因為數字人民幣 一推行 就算你在銀行 提演 都只會提取數字人民幣 提來提去 都是虛擬的 如果你想拿一張 印鈔 到時就難了 故此 這一系列的措施 對於想走資的人來說 當然是一場 惡夢 來的 好了 再看看 關於 中國 互聯網 互聯網普及率 達到67% 這個我們也知道 這麼多五毛在網上留言 實在是很普及的 但是他們說到這個 網民收入結構方面 就過癮了 大家記得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引述過一個數據 他說 中國有6億人口 每個月收入 都是1000元人民幣以下 到底 這一份統計報告所說的內容 是否吻合總理所說的東西 裏面提到 說月入8000元以上的 就有11.5%的人 至於1000元以下的 就有21% 無收入和無業的 大約10.5% 即是1000元以下這個區間 就是31.5% 你說到9億4千萬網民 所以成出來的數字 大概就是2億9千多萬人 但是說到6億人口 是1000元以下的 現在怎麼算都是大約3億 因為有3億不是網民來的 都可以說得通勉強 但是 明明說到今年 就已經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了 竟然間有3億人口 不上網 每個月 月入還要少過1000元 這個算是什麼小康呢 連接通互聯網也有困難 蘭偉這個 外交部的發言人趙立堅 昨天還在Twitter上說到 什麼電子商貿 電子支付 就是中國的新四大發明 喂 有3億人口不上網 那他怎麼來 去博通電子商貿 當然 現在有個最新的 叫做數字人民幣 就說到明你有台手機就可以了 不需要 接通網上 兩邊 都是雙離線 都可以進行交易的 但是這些措施 多少就有本末倒置 如果一台智能手機 他是不可以上網的 只是拿來搞數字人民幣 有屁用嗎 最後就想說一下 關於潘曉穎的母親 他最近 拒絕接受 NOW電視台的採訪 為什麼呢 原來就是跟 李慧琼走了去做 大明大放節目的主持有關 潘太就提到 既然李慧琼是NOW電視台的主持人 請電視台去訪問一下 這個李慧琼和周浩鼎 在兩年之前 幫他開完記者會之後 究竟是做過什麼呢 當然 我絕對尊重這個潘太 他所做的決定 當時你拒絕電視台 請李慧琼做節目主持 原因是什麼呢 就說 他可以請得到 拒絕電視台記者沒辦法請 或者是不會請的嘉賓 那你就專請 那些人上去 中聯辦主任也好 或者是 譚慧珠也好 梁愛思也好 你請這些人上去 究竟對於你這個台的收視率 是會有所 提震 還是會有所下跌 大家心照 一個台的收視高還是低 是在乎你所說的東西有沒有道理 而不是在乎你請什麼嘉賓 好了 這一節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